我們踢腳板的部分 我用一個新的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那一樣點兩下 踢腳板 增加 然後 我知道 因為我剛剛沒有選 沒有直接指定顏色 我先用 以前它預設是棕色的 它預設是棕色的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很明顯 所以以前 老師如果有印象 教室裡面常常會有這個 因為小朋友很會踢 所以就是下面會塗一條黑色的 或者是那個 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這樣就 那個牆就不會覺得那麼 不乾淨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不一樣的 當我的牆面有做分割 等一下 牆面有做分割的時候 你的踢腳板 一樣會被分割開 因為它是跟牆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牆跟這個牆 就可以設不一樣的踢腳板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 我們那個 老師的問題 所以它十分鐘之前問的 不好意思 現在才看到 OK 這樣這個問題我們就解決了 好嗎 搶進去 那個 自己 是